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迷路定线 那么今天老兵的这个嗓子到肺部的这一块 连接处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我说话声音尽量是稍微轻一点 因为说得太干太猛 可能会有影响 我一开始担心是不是什么甲瘤啊 后来我想查查查查查跟问了一下得了甲瘤的朋友 好像没这么轻的症状吧 反正大家自己出门多注意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口罩该戴还是要戴在好 你这个出门什么的要做防护 得这个啥玩意儿的也是挺难受的 好吧 我再观察个一两天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那么这一集呢 老兵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 那么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 现在美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糟糕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现在欧洲股市全都是在暴跌的 德国DAX指数曾跌于500点 银行股手压锐信 谢一成 那么大家要知道美股啊 包括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 因为现在呢 我觉得呢 看中国的经济要看香港恒生指数 不能看这种内地的 互生粮食的 因为互生粮食毕竟是这个政策式 香港是中国的这个 等于说是一个国际金融市场 现在这次两会呢 国家呢也是很明确的 香港就是中国金融中心 而且呢比较成熟 比较规范 那么美股跟这个恒生指数 都出现了一个很异常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 这么多的利空的消息出来 但是呢 它的这个板块 它都是涨的 往上涨的 那么这种情况一看就是 里面是有骗子 在这个里面 它肯定是会往下跌的 但是它通过这种涨啊 它它把你这个 很多人都给吸引过来 啊 然后呢 可能会有一波暴跌的 啊 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是 因为香港的股市跟这个 美股里面有大量的这种 什么的机构在里面的 对吧 你这个欧洲 现在呢 这个情况就正式反过出来的 而基本上全都是在这里暴跌 我没看 我看了这个整个欧洲这个股市 啊 有德国的 法国的 英国的 啊 有意大利的 啊 除了俄罗斯的 在跟他们总是逆势的 在上面涨以外 其他全都是跌 这就是普遍形成出来 就是欧洲被美国要给吸干了 美国硅谷银行 呃 和这个叫做 啊 签名银行 等美国银行界链出事 虽然美国金融机构出售 已有助稳定投资者情绪 但是欧洲投资者能受到恐怖 能受到恐慌情绪主导 欧洲股市 明显下挫 多家银行股 更首当其冲 英法德三大主要股市均下跌 结果德国DX指数 曾跌于500点 最新爆15,025点 跌402点 法国CAC指数最初报7037点 跌183点 英国富士指数跌175点 报7573点 西班牙IBX35指数跌334点 报8950点 意大利FTSE MIB指数跌 1107点 1107点 报26174点 瑞士SMI指数跌163点 报10601点 银行股益纷纷下挫 那么德银跌穿10欧元 报9.993欧元 跌6.33% 瑞幸谢10.2% 法8跌5.66% 瑞幸跌6.8% 核银跌6.4% 就基本上它这个情况呢 我给大家来简单的说着说 基本上它就是狂暴的 所以说新的一轮啊 这种金融上的这种危机啊 看来是也要快到来了 所以说呢 你看美国这些年的这种操作 你说你这个美国 你这个股市 你美国这个国家 什么都不用干 天天他妈都是牛市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这里面没有鬼吗 你都是在饮鸩止渴 我们一直反复都讲 老编也跟各位一直讲 我说他就是在饮鸩止渴 对吧 你这样子搞 那你对国家的实力啊 影响是很大的 金融上面 它会延伸到政治上面去哦 我们现在来看 日本内阁 这个工坊长官 将与多国多次对话 构建稳定的关系 你看到没有 一看你美国这边不行了 你看 同时间 中国斡旋沙特跟伊朗 建交成功 现在日本的态度 也有所改变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跟其他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不认为说 日本会变成乌克兰 有可能就是菲律宾 跟那个傻逼 那个男棒子 日本内阁共防长官 松野薄一 3月13日的集中会上说 鉴于由习近平领导的 中国新一级领导班子确定 日中双方将在首脑之间 等展开多次对话 构建具有建设性 且稳定的关系 松野强调 日中两国对地区及世界的 和平与繁荣 具有重大责任 他表示将维持去年11月收脑 会谈取得的积极势头 同时主张 因主张的要求 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算是在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闭幕上表示 经过百年奋斗 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要努力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发展汇集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 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那么也就是习近平的这个表态 对不对 只要就说你们别碰台湾问题 习近平也讲了台湾问题 对吧 就是讲了台湾问题 就是我会说到 那么他这边 日本为什么 等于说是这个 日本这种 幕僚长 孙玥伯一他会讲这个话 这个跟美国的衰落 内部的这个不稳定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你拜登这两天啥逼事你都管不了了 对吧 你你天天就只能管这个银行这个事情 银行这个事情 它里面 拜登他也要对什么 这个金融系统 像习近平一样 对美国的整个金融系统 进行一波整肃 否则的话 他们这些人 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惯了 他觉得他就是 绝对是会瞎弄的 天天要在这边瞎搞 所以我也说 中国人不要跟着美国的这些人 玩概念的这些人 最后被玩的全赔进去 尤其是美国那边 尽量会传回国 一两年两三年 搞个什么概念过来 以前什么区块链 最早什么加密货币 一会儿什么区块链 一会儿什么这个 什么元宇宙 现在什么切菜GPT 一个一个概念都过来 然后中国人们在这里 批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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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就研究这研究那 搞这搞那的 到最后全成为接盘侠了 就这一次啊 就是他们这个币圈里面 很多的所谓的大佬 大牛 原来都是割别的 现在都是自己被割了吧 你这被割 你不是被美国政府给割了吗 对不对 不就这么搞你吗 我早就说了 人家他国家的 我们要讲社会成分 他的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 他是海盗跟奸商 海盗跟奸商 他一定是 而且又是他妈的这种 极端的这个资本主义 他就是要追逐利润最大化的 我早就说过了 你觉得像他们这种玩这种票的 你还敢相信他们吗 原来美国不是有一只股票 叫什么game 什么的那个游戏公司 对不对 美国的散户大规模的去买它 就是砸不下来 都把它给买上去了 对不对 然后人家这个公司 着急的要死 后面的庄家也很着急 华尔街这些人很着急 人家直接想出来一个招数 直接搞停牌 我股票不交易了 你玩吧 我说过 这个性质就是跟何鸿森 在赌场里面 把美国职业赌团 给打出来一样的 人家就是靠概率学 靠算盘 来赢你钱 这是人家的本事 你会把你 然后直接把他给打出来 对吧 在美国有一个华人挺牛逼的 是赌神 叫张约翰 他就是会这个概率学 会这个算盘的 被美国所有赌场 全部都拉黑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真正的 按照他们这套规矩来玩的时候 他们妈的就开始搞你了 就好像一样的 但比特币 他这个东西杠杆这么大 对吧 加密货币乱七八糟 杠杆这么大 肯定他要叫你来 找些人来接盘的了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事情 他的窟窿 他这个洞口啊 是非常大的 他会 你看三天之间 两家银行倒闭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还有那个富国银行 存在账上的钱 会突然之间消失 没有的 你说恐怖不恐怖 对吧 是啊 他说我慢慢给你恢复数据 他就是怕你去挤兑他 就这么简单 什么技术问题 他 你的账号没有 我打给你 你最近不要 你最近取不了款 我们多少天给你恢复啊 一点点都给你恢复 就这样搞你嘛 就避免挤兑 他都用方法再搞 所以说美国安全吗 所以说日本 他是很敏感的 他也感觉到说 你美国好像有点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他马上就说 那我跟中国要和解了 保持稳定的关系 所以说台湾 别一切到晚 因为日本有什么任何军事动作 全都是因应台湾有事 像那个台湾自由时报 三立新闻 什么中央社 都是有这种 共同的这种 非常自恋的一种 一种想法 但凡日本说 怎么样一个动作 哦 就是因应台湾有事 人家鬼子凭什么替你去死 你在人家鬼子眼里 就是托屎 他又不能搭理你的 对吧 你就像你们 智琳姐姐 嫁给日本人 被打了鼻子 甲铁都给打出来 所以说这个 难道这么久了 还看不明白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一次 R3也是很惨的 美国硅谷银行破产 将触及至少60家印度初创企业 据印度经济时报消息 美国硅谷银行 SVB矿产将 破产将触及至少60家印度初创企业 该报原以消息人士的发生 至少有60家印度创业公司 在美国硅谷银行拥有 25万到100万美元的存款 其中20多家存款超过100万美元 经济时报指出 硅谷银行的破产 尤其影响初创企业的公司支付 到时候印度政府宣布 本来他们将与印度创业和公司的代表 讨论美国硅谷银行破产问题 以及印度政府可能为初创公司提供的援助 对吧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三 也一天当晚 跟着美国的指挥棒去跑 对吧 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也是被美国给坑爹了 大家都知道 硅谷有大量的这个印度阿三 在那边上班和创业 因为印度的它这个软件业比较发达嘛 对吧 就有很多这个搞IT的这些人员 在那边 对不对 他们也是一天晚上相信美国的很 要跟美国搞一帮 你看你跟美国搞一帮 我们就来看 这个日本 韩国跟美国是一帮的 国民财富被美国赚取 30%到40% 甚至45% 甚至是一半 全部被美国给吸掉了 欧洲跟美国一帮的 股市他妈暴跌 对吧 整个经济被打崩掉 印度跟美国要搞一帮 你看 硅谷里面有多少家印度出商公司 这里面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出商公司 在这个里面 对吧 你印度想相信他呀 你去相信呀 都把那钱给搞掉了 中国的一些富豪 也是相信老美的 然后呢 现在也是钱都拿不出来了 就给你25万美元 打花叫 叫花子 对吧 所以你还能去相信他吗 对不对 这个事情还要让你中国人不清醒吗 还要去把自己的资产全部都变卖了 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去了 你可真牛逼 你可真牛逼 那个地方 大概移民过去 你能长生不老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其实呢 也是非常的 这个 敏感的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习近平最快下周啊 访问俄罗斯 到俄罗斯去访问 而且呢 还有这个传出来 泽连斯基要打电话 给习近平 要谈一谈 路透 13日独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中国共产主席习近平计划最快下周访问莫斯科 会晤俄国总统普京 时间点呢 比此前预期的要早 报道称呢 习访俄计划出炉之际呢 中国一直表示 愿意促成乌克兰和平 基于中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支持 这一努力在西方遭到了质疑 俄罗斯塔斯斯1月30日报道称 普京也邀请习近平春季访俄 上个月也独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习近平准备在4月或5月初访问莫斯科 目击之一就是包括 就乌克兰战士推动多方和谈 但西方国家普遍怀疑北京另有所图 那么当然同样的啊 这个 泽连斯基呢 也爆出来 最近呢 要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谈一谈这个俄乌的这个局势 那你想想看 你美国现在这个鬼样子 现在都靠不住了 美联储多去托底去了 加息也不加了 钞票也没有了 关键在于美国国会啊 这一份最新的这个预算 被这个众议长这个麦卡锡挡了回去 说美国现在这个政府啊 这个东西不严谨 那其实他也认为说 这个钱这样给乌克兰是不应该的 啊 给乌克兰是不应该的 而且再加上德国 到乌克兰这些铁路运输都不再免费了 那么你想你想想看 这个乌克兰还撑得住吗 对不对 他是不是要要求这个习近平啊 去跟普京劝一下 保他劳他一条一条一条命 乌冬丢了就丢了 割地就割地了啊 能不能劳他一条命 对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 啊日本也好乌克兰也好 连都很敏感的啊 都要是来找中国了 所以你美国不行了啊 这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啊 对吧 东升西降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什么叫东升西降 这就叫东升西降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板 喜欢点赞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